这是你的马 这马不是我的 是郡主您的 什么意思啊 我家主子让我带话过来 说郡主与其惦记着别人家的虚拟马 不如自己也用一匹 省得出行 要跟陌生人系在一匹马上 不仅连累别人 还连累别人的马呢 你说什么 我家郡主怎么连累你们了 你们仁王府的人 都这么没大没小吗 不 不是不是 是我家主子说的 我根本没有添加错 真的 行了 这马我收下了 替我谢谢你家主子 我可不敢 还是郡主您亲自去道谢吧 哇 这真够大的呀 有多少人住啊 这人还真没有多少 只是地方大房间多 果然是天生首富啊 真够奢侈的 这个木小其命可真够好的了 古代现代都是个富二代 前方就是柳月阁 是郡主下榻的地方 郡主 我先带你去收货的书房看看吧 嗯 我说啊 你们这仁王府也太大了 挫得我累死了 天哪 这可是上好的黄花梨木啊 怎么就摆这儿了 真是有钱 不是吧 连香炉都是金的 这么精致的瓷器 哇 随便拿回去一件 我下半辈子就能躺着过了 你们请世子 这是赤裸裸的炫富 看不起我们平民啊 郡主 没有别的吩咐 我先走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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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